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9日21点43分联合报记者和不容不于采赢赵荣轩及时报道我在车上 乱想乱看窗外下注雨突然听到两声碰撞声 有缆车就叽叽叽叫晃来晃去最后就翻车了 我有看到有人脸上都是血 面国小三年级的9岁多黄姓男孩在医院很淡定的说 翻车后刚好头上的窗户打开了 他和坐在一起的爸爸就爬出来在路边等救护车 高雄市城达旅游的简姓司机驾驶游览车在送32名男女 到苗栗县苑里镇参加法会下午30多离开法会现场 天国三高速公路南下准备返回高 雄一路下雨行经南下192公里附近时 右侧有一辆自小客车不当超车两度擦撞游览车造成游览车失控往左侧翻车上一片哀叫声 黄姓男童英是车上最幸运的人 好 无伤 在医院走来走去 也看不出受到惊吓的现象 黄复说 他和儿子一起坐在左侧座椅 儿子靠窗坐 太太和同行的朋友坐 上车后没多久就睡住了 突然一阵剧烈 晃动 他惊醒后和儿子嘟压在车底 看到儿子没事 就放心了 太太受轻伤 他们从车顶安全逃生窗爬出来 55岁苏女的四肢擦措伤 被送到同综合医院 她说 喝死了 当时在车上休息 车子一下子就翻了 等回过神人就躺在担架上送医 光田医院的63郭姓男子头部和挫伤 她说 当时她在打瞌睡 车子突震动惊醒 车上所有人都扫到一边去 才知道发生车祸 受伤的人分别送到彰化市张机 秀船 台中市无七同综合 沙禄光田 大甲礼盒 中山医院大庆分院等医院救治 除黄姓男同外 27 名男女受轻伤 另有五人受伤较重 分别送张机 秀船 伤势最危急的是80岁曾姓阿摩 其余经救治后都无大碍 可以返家休养 张机赴院长周志中说 僧妇的头部明显受到撞击 力时不清 瞳孔对光无反应 脑出血 有极度生命危险 紧急进行脑部手术救治中 另有一名65岁黄南因曾颈椎开刀 目前以颈圈固定 她有根肋骨骨折 全身挫伤 也住院观察 张化市秀船医院急诊部主任丁一说 送到秀船的八名伤患中 有三人是伤严重 住进家户病房观察 其中53岁逢女有八根肋骨骨 折 脑出血 琢琢骨骨折 62岁黎女雪凶 七根肋骨骨折 67岁黎女有四根肋骨骨折 肺挫伤 幸好都暂无生命危险 高雄市成达旅游的游览车在送32名男女北上旅游后准备返回高雄 新天下午4045 分行经国道三南下192公里附近 突遭不当超车的自小客车两度擦撞而失控翻覆 照片 彰化县消防局提供分享念国小三年级的9岁多黄姓男孩跟住父母坐游览车餐 家法会 途中遭遇翻车 男孩毫无伤 他和父亲接受女警询问有关车祸的事情 记者和荣 摄影分享高雄市32名男女坐游览车到苗栗参加法会 回程遭遇翻车意外 死寄人员赶到医院安抚伤患 记者和荣 摄影分享只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 限量运动包 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印